Hello大家好,我是Ariel,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不管是出国的朋友呢,还是还没有出国的朋友 时常都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这些为大家所熟知的移民国家 自然环境优美,但是住在这里却经常感觉空虚无聊 于是呢,就有了一种好山好水好不聊的说法 那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在加拿大生活超过十年的我 我今天呢,还真的挺想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算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吧 首先刚出国的时候,是会有强烈的孤独感的 这个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也是很正常的 你想想看,一切都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然后又离开了亲人朋友和熟悉的环境 突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谁也不认识 怎么可能不孤独呢? 那我记得我刚来不久的时候,学校放假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看完了《鹿顶记》的小说,也不出门 就是我自己可能出门也不太知道该去哪里 就把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武侠世界当中 然后到我合上书望向窗外的时候 就看到红色的枫叶和一栋一栋的洋房 突然间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就是书里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感觉好像是在两个时空一样 那书里的那个世界呢,它的文化、语言都是再熟悉不过的 但是窗外的世界,一切都是非常陌生的 但是吧,当自己慢慢建立起朋友圈、生活圈之后 就开始好很多了 一方面呢,生活变得忙碌起来 你就会觉得充实很多 同时呢,也在这个忙碌当中开始了解这个社会 当对周围的事物都开始熟悉起来之后 最开始的那种陌生感会大大减少 同时也开始逐渐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 那刚才呢,可能讲了很多这种出来乍到的孤独感、陌生感 然后很多人会说,我都住了很多年了 倒不是说有多孤独吧 但是还是觉得很无聊 那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倒真没有太觉得这边生活有多无聊过 其实一年四季,每一个时候都会有各种玩的 那夏天呢,通常是季节最好的时候了 我们会跟朋友一起去,比如滑屁花亭啊 然后去爬山呀 或者我们几个朋友带几个那种大的充气船 放到湖里面去玩水 或者有时候呢,干脆跳进湖里面去游泳 然后玩累了呢,我们就在岸边烧烤 你想想看,就是很多人嘛 每一个人都带一些食材 比如说烤鸡翅啊,羊肉串啊,烤香肠啊等等等等 非常的丰盛 我记得有一次吧,我一个朋友就他自己做了一个那种传统的 新疆炭烤羊肉串的炉子,然后就带到湖边去了 当我们开始烤的时候,哇,简直了香飘四溢 但是同时呢,也有别人在旁边烤嘛 然后就闻到我们这边,真的好香 实在忍不住了跑过来跟我们说 哇,你们烤得太香了,能不能拿我们烤的给你们换 我还记得吧,有一次我们去爬山,是温哥华这边的Squamish 这个山呢,确实是很有难度的 前面它坡度非常大 然后爬到后面还有一段路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 我当时一度都也想要放弃了 最后咬牙坚持下来,爬到了山顶 当时看到绝美风景的时候 哇,远处青山连绵 然后山脚下是那种碧绿色的河水 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前面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同时呢,也觉得我一路挑战自己 坚持下来,也很有成就感 另外夏天呢,可以进行的活动就是去露营 露营的营地通常也都是在非常风景优美的地方 一山傍水的 有些营地条件呢,设施还比较好 配有这种卫生间,洗浴间,然后也很干净 还有些营地呢,可能比较追求这种原始的感觉 可能就是配这种比较简单的厕所而已 那我还有朋友挑战过那种完全野生的 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露营 他跟我们说就恨不得是自己钻木取火的那种 那我觉得露营吧,是接触大自然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记得我们小伙伴在驻扎好营地之后呢 就会去周围的湖边或者海边玩耍 然后该吃饭了就会回来准备食物 那有一次呢,我们是带了各种火锅的东西 然后直接在营地就开始煮火锅了 你想想看那么多人,然后大家每个人带的这个食材呢 都下在火锅里,特别丰盛 想想看在森林里面吃火锅是多么特别的一种体验 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是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那种露营地 是在温哥华岛上的一个海边 确实是完全远离城市的那种 然后到了深夜,我们就爬出帐篷去看银河 有小伙伴专门带了那种专业相机 就守在那里拍银河拍了好久 那时候你会发现在完全没有城市灯光的干扰下 银河是多么的壮观 那个满天的繁星啊 真的让你不得不感慨这个宇宙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 那冬天呢,通常是大家认为比较容易无聊的季节 天气又冷,然后黑的又早 户外活动呢,就变得很有限 但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冬天最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去滑雪了 那温哥华呢,绝对是一个滑雪胜地 周边开车半个小时就有三个很大的滑雪场 远一点还有那个开过冬奥会的Whistler 然后如果放假呢 还可以去别的城市的那种滑雪度假村 那种度假村呢 是你可以从山上一直滑雪滑到你宾馆房间门口的 另外它还配备有各种冬季玩耍的项目 你就可以住在那边好几天随便玩 非常适合就是家庭带着孩子去度假的 那滑雪呢,除了这个运动本身带来的那种速度感 还有那种潇洒自如的感觉 让人着迷之外 我觉得其实那种完全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更加的吸引我 我记得我们去Whistler滑雪 然后坐缆车呢,就可以一直坐到山顶 就开始从山顶上一直滑到山脚下的度假村 一共花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吧 当然中间我们还坐了一个那个非常有名的 peak to peak的缆车 就是它这个缆车呢,可以把你从一座雪山 然后带到另外一座雪山 所以别说滑雪了 就是只是欣赏风景都欣赏不完 你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处连绵不绝的雪山 然后滑雪的时候 雪道旁边百年的松树都积满了白雪 而且Whistler本身呢,是一座相当庞大的一座山 我当时置身其中的时候感觉 就是如此庞大的一座山 你随便滑 真的有一种天地广阔任我行的感觉 那这种所带来的自由的感觉 除非你真的置身其中 亲身去体会才能感觉得到 那冬天除了滑雪 还是有很多的室内活动可以进行的 平常美食呀,看电影逛街,K歌 或者姐妹们一起去喝下午茶 八卦一下等等 当然这些活动全年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 那温哥华本身呢 在每年1月到2月都会有这个美食节 就是所谓的dying out 它各式的餐馆呢 都会在这个时间参加 然后会推出就是针对美食节的这种菜单 价格相对亲民 大概会在30到50加币一个人 然后大家可以借这个时候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餐厅 比如这种高级的西餐厅 还有日餐厅 因为它用的食材 还有就餐环境呢 都非常讲究 所以平常这些餐厅的价钱是非常贵的 那大家就可以借着美食节这个机会呢 去好好体验一下 那除了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呢 平时像朋友间的这种来往 其实也挺多的 比如每年圣诞节 新年春节等等 大家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聚会 然后在夏天呢 我们也都会去彼此家里面 BBQ 除了吃得很爽之外呢 大家还会一起玩游戏 桌游啊 狼人杀啊 等等等等 所以玩的呢 还是很嗨的 聚会一般人都比较多 那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呢 有比较大的关系 成家的通常都会住在townhouse 或者house里面 一个是房屋面积比较大嘛 另外就是都有这种后院 所以不管是冬天在家里面 还是夏天在自己的院子里面BBQ 确实你可以呼朋唤友叫很多人 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 那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大家也能体会到 其实在加拿大 好玩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还会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呢 我觉得第一在于 你是不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如果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 我想就算是在国内 一个人去吃火锅看电影 也得是孤独指数最高级了 还有人会觉得在国外远离亲人 尤其是每年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吧 就格外想念这个亲人们 一大家子在一起 聚会时的那种热闹 确实你在国外过年 一定会显得格外冷清 但我觉得这个人吧 有时候他确实是一个矛盾体 当你没有这些七大过八大一 环绕你的时候 觉得很冷清 但是同时呢 有多少人每年回家过年 面对这些七大过八大一的 七嘴八舌的时候 又非常想逃离 另外大家想想看 我们在国内从小到大 生活了这么多年 亲人朋友 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一定都积累了很多 在不善社交的人 也一定有自己的亲人 也有同学 可是当你到了国外 如果你不主动去扩大自己的圈子 可能身边真的就只有寥寥无几几个人了 另外会觉得无聊呢 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人不太愿意去尝试这些跟国内不同的娱乐项目 如果总还是想着吃饭逛街KTV 那我觉得也会错过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体验的 所以总结来说 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真的要想办法扩大自己的交际面 愿意去交朋友 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惊喜的发现 哇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希望这期视频的分享呢 对你有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